我們換個心情 看一下 最近這個網友也非常崩潰 爆炸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樂天女孩的票選 這是很 這個好像已經變成了 這個臺灣職棒會外賽 最激烈的一場賽事 票選之外還有一個就是 李多惠熱舞的畫面被卡掉 這個導播引發眾怒 仁俊 先來看這個樂選 這個樂天女孩的這個總選舉 為什麼那麼精彩 這個總選舉真的非常厲害 你知道 因為通常一般 大家在看職棒或什麼 應該就是最關注這個球員的表現 但是臺灣的職棒 基本上我跟你講 應援經濟 應援的隊伍才是吸引大家 目光焦點一個很大部分 你知道有個網紅 他居然針對四十個樂天女孩 說我們來辦一個網路總選舉 選舉什麼你知道 誰是你心中的No.1 你知道嗎 這個選舉 居然有七千多個網友去投票 他到總決選的時候 我跟你講 三個多小時 超過八千人在看 我沒有啦 不好意思 我這個你不年輕 我這個年紀比較沒有你看這個 你知道嗎 我有在看 是 你比較年輕 結果你知道嗎 當時因為你知道 他們在辦這個網路上 票選的時候 事實上當時那個桃園隊 他們還有在比賽 結果網友就講說 我跟你說 比賽都沒有這個比賽精彩 沒想到一開始投票 總決賽裡面 你都會居然沒有 從一開始就變黑 你知道 跑出來居然是這個叫做URI的 現在畫面這個是URI對不對 對 URI是又高又美 講實在話 URI 我想她是拿下冠軍對不對 然後我之前都沒有注意到她 又高又美 然後網友們的男性 台灣男性的形容是說 她是台灣女性顏值頂天的代表 真的嗎 本身又高又美 所以台灣男生喜歡 尷尬這味就對了 沒有 他們其實各家都有各家的知識 但URI很適合這種 年紀大一點點的味道 年紀大一點 好 繼續 還好 接到了年紀大就還好 我就沒有換這個 好 那問題就回來了 當時很多人就網友就說 我告訴你很有可能是怎樣 大家想說第一名要留在台灣 不要被外國人給拿走 可是你知道嗎 URI其實他會講說 他也很辛苦 你現在畫面上面看到 大家覺得說特別去take他對不對 他20歲的時候 事實上他就開始 他覺得說我可能有機會 到韓國去發展你知道 所以他那個時候跟人家100強 跟人家在那邊競爭 我跟你講他進入前10強 那時候本來已經下個禮 就隔一個禮拜 就要開記者會宣布說 你要出道 要往南韓進軍了 結果我們又想說突然一通電話 不好意思 那個活動我們要暫停 因為計畫有停消了 怎麼會這樣 都沒了 你知道嗎 黑箱 動機 一整組都沒了 不是可以 沒了 但是他就覺得說沒關係 反正我就走這樣 所以他就開始每天你知道 他說一天最少會花一個小時左右 去看網路上 人家去拍他那個應援的影片 會幹嘛 當然我覺得他自己非常非常努力 所以後來前一陣子新聞講說 他去買一間房子 你知道25歲就買房子 他說我對家裡 你看家裡出頭天 他說我想要買一個房子 好 重點我們回到了 剛剛講到說這個李多惠 李多惠其實他因為他加入 到台灣這邊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關注他 我跟你講有一次的 這個轉播的時候 立刻讓全場差不多崩潰 而且崩潰兩次 怎麼跟崩潰 要不要來看一下 來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旁邊的其他的 他的這個啦啦隊人 都把那個整個的舞台 C位留給他 這才是最特別 就讓他幾乎是solo獨舞 對 讓他就是solo 結果他這樣播播播的過程當中 我跟你講 其實這是後來另外一個網友 他們拍下來了 因為當時在轉 主過來的 有什麼你知道 東翠基 在轉播的時候 那個主播也在那裡講 突然導播 我也必須講 導播有的時候 因為畫面上面的關係 就把那個鏡頭給切出去了 這時候男主播說了一句 導播切掉了 立刻網路直播上面 就開始大家聽話 來 念給大家聽 來 這導播不行 真的要切掉 導播 你是在趕高鐵嗎 導播你會下地獄 大崩潰 請副控的導播記得 我現在不是在公議 馬力歐的喝兩杯 對啊 又開始說 看著鎮爽被導播卡掉 這樣子好嗎 我相信那一天導播的名字 應該有被罵掉 像最近我們不是 大家提到說這個民進黨 中正萬華區的時候 要找什麼雞排妹或幹嘛 但雞排妹他的態度是說 他去哪裡都OK 所以他又禁問也可以 我又有看到鳳建議說 他也可以去教他 或是去帶他 但問題是什麼 現在就有人就講說 如果民進黨的這個策略裡面 你是要找這種有話題性的 有幹嘛 不然你找零箱 零箱最近也很紅 學長 你怎麼還沒有下載 你跟廣告一樣 按摩時光壓平 一直撥 一直撥 你知道 大家也覺得他身材很好 而且很漂亮 很正向 如果要選舉 怎麼可以找這個去呢 好 不過我覺得李多 會來到台灣是一個正向的 因為他這個真的是長得好看 重點是技術很好 他跳得非常好 我覺得會給其他的樂天女孩 來一些正向的刺激 因為畢竟這樂天女孩的 桑姬很驚人 沒有錯 我們現在談李多慧 很多人看到李多慧 我最近用幾個字來形容李多慧 李多慧平常的時候 她是一個普通女孩 但是當音樂一響起的時候 那個眼睛 你注意看她 她的眼睛跟妖精一樣 突然間有魔性了 所以很多男生 仔細去看李多慧的跳舞 到最後我用最近最紅的幾個字 叫做入心入腦跟入魂 真的不誇張 各位仔細看 我曾經很仔細的去比較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沒有跳得比較差 為什麼原來的和尚會練精 真的會比跳比較好 講實在話 而且重點是你看她的眼神跟表情 人家是真的很用心 但現在 現在啦啦隊商機真的大爆發了 為什麼呢 據傳目前超過10家的整個廠商 之前大概台灣不是軍軍 就是林鄉 現在說又加了一個李多慧 結果李多慧一出來了 URI現在也要衝上來了吧 URI大概也慢慢衝上來 他在URI的廣告都是在 所謂的網路上的 他大概比較很少那種電視 或平面的一個廣告 但現在第一個 啦啦隊球團 據傳會有千萬以上的收益 不打緊 其實目前以台灣來說的話 樂天一開始就是最敢去推 這種所謂的啦啦隊的 他們除了目前看到的這一團之外 其實他們還有製團 他們還有一個訓練團 其實他們是往下一直在做承接的 但現在這個商機非常非常大 而且可以推向所謂的一個國際化 講到這個 我因為今天要來講這一題 我特別去問我們那種大老闆朋友 他們那種專門在做什麼 車展 電腦展 家具展 珠寶展的 他們就說 其實這些showgirl以前很辛苦 他們以前不紅的時候 跟職日生一樣 showgirl就是一次才找很多 8000到2萬 然後大家跟職日生一樣 你上去站一個小時 下來可以休息一個小時 但那個休息的地方 其實很糟糕 真的很慘 但是如果你紅了 所以證明一件事 業員資是紅的 政治人物要紅 showgirl也要紅 紅了之後就不一樣了 紅了哪邊不一樣 我先跟各位談 現在像林鄉或君君 他們到對不對 不用值班 他們去就是 我就是所謂的吸票機 所以我幾點幾分到現場 那個所有的宅男 所有那些支持者 第一個先把場地先圍起來 熱鬧 熱鬧完之後場面做起來對不對 出來揮揮手拍拍照 拍拍屁股就走了 你不用在那邊值班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問這個大老闆說 那個經濟效應真的到得了嗎 結果他跟我說什麼了 阿寬 你怎麼這麼傻 講手一句話我恍然大悟 他說什麼 他說你叫大牌來 我們雖然花錢找他來對不對 花比較多 可以上新聞 可以上廣告 還可以創造流量 所以現在應援 之前都想說賣賣電腦 下載遊戲 賣賣車而已 現在搞到連政治人物 搞不好整個刺客都會出現的 這種所謂的很漂亮的女明星